歡迎回到五期新聞網 我是徐俊相 帶你挖真相 您知道全亞洲失業率 最低的地方在哪裡 在澳門 這個被稱作東方 Las Vegas的賭城 過去靠著博弈事業 賺進了大把大把的鈔票 可你知道 今年確實他們碰上 開放博弈十多年來 最最寒冷的冬天 再不多久 恐怕連這些賭場員工 都要開始放起了無薪假 怎麼會走到這番田地 在澳門賭場的背後 有許許多多傳奇性的人物 跟故事今天要說給你聽 當然還包含了 年關要進了 買車子我們要告訴大家 新車怎麼買 中古車怎麼挑 今天請到專家來告訴你 我們先來介紹 今天參與討論的來賓 歡迎龐德 大家好 歡迎蔡總 歡迎洪安 歡迎玉貞 歡迎高超 歡迎國安 好 一開始我們就要請蔡總 帶我們前進澳門 這個曾經紙醉金迷的地方 那麼我們知道 澳門被稱作是 東方的拉斯維加斯 但蔡總 澳門今年特別特別不一樣 特別的寒冷 今天習近平首度以 國家主席的身分 巡視澳門 是 我想他來驗收 驗收他這個上台 在兩年多以後 晉升大攤之後的成果 那你知道多麼可怕 我們首先看業績 是 這是澳門整個博弈市場的營收 我們已經算成台幣了 這是去年12月份的上半個月 還有568億 對 今年掉到434億 跌掉了31% 掉這麼多 這是澳門2002年開賭以來 最差的一個業績 差點只是很可怕 過去沒有這樣過 而且他們有六大博弈股 就六家賭場最大規模的股票 對 今年已經跌掉了市值 8000億的港幣 折算台幣3.2兆 光是今年這六家博弈公司 跌掉了3.2兆 更誇張的 習近平要來的前一天 對 就跌掉了台幣2000億 所以這裡面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中國過去這段時間打攤 打攤了之後 很多的限制出來 比如說停留在澳門的時間 縮短了 讓你比較沒有時間去賭博 再過來 銀眼卡 這個用銀眼卡 也受到一些限制 所以等等方面 讓他的業績下來 拿了信用卡來到這邊 你就不能任意去消費去劇賭了 然後第二個原因 就是澳門從2006年 他在這個業績部分 他贏過了拉斯維加斯 是 世界這個賭博業績最好的地方 他的機器太高 所以現在只要中國有一點收緊 業績就下滑 所以我們看到非常可怕的跌幅 百分之31 超過三成的跌幅 好 說到澳門 這個很多人都會非常的羨慕 剛才就像我講 全球失業率最低的地方 就是在澳門 是 失業率1.7% 對 然後呢 狐利多好 已經聯繫7年 每一個人都花給你現金的紅利 大概永久性的基民 可以拿到台幣3萬5 那你說 我沒有住在這個澳門 我們沒有澳門的戶籍 揮永久性的基民 也有2萬1 你說澳門政府靠著賭場 那麼他有稅收 稅收就是大大小小發紅包 不管你是永久居民 或者是你是公民 我都發 對 大家都是口袋 而且我們很多年輕人 都非常羨慕說 澳門的賭場要人 去當一個花牌 花個牌 當賀官 一個月有7萬8 你講到這個 大家我想一記憶猶新 這個澳門賭場 好幾波來到台灣爭財 然後賭場這個公關 一個月更高11萬5千 大家想台灣020幾個 我要去澳門 去哪裡拿這個薪水在台灣 當然去澳門 那是以前 最近尤其在今年不一樣 你看米高美的賭場 一天讓200個員工 換更前假 什麼 是更前假 就是說你一天 你本來上班8個小時 現在你上4個小時 提早下班 提早下班 你不要以為工作這樣很爽 你的錢就少掉了 你就少領了 因為你沒有上那麼久的班 還有我們台灣最大的花名 有人可以說 可以得到諾貝亞獎的 就是無薪假 現在無薪假也要催到了澳門 澳門要放起無薪假 鼓勵員工 週休三天或四天 那你可以 趕快 你很久沒回家了 回去看這個父母 回家探親 但是問題 這個無薪假晃了以後 你想看看 你可以領7萬8嗎 你還可以領7萬8 當然沒有 不可能 所以已經變相減薪對不對 變相減薪 是 那你可以看 現在澳門已經受到了一些 很大的一個業績的衝擊了 是 不過 我到全世界看了各個賭場以後 我們有幾個特色跟各位報告 澳門的話 它的管制比較鬆 那距離大陸比較近 但是澳門賭場的收入 集中在哪裡 在哪裡 貴賓廳 在貴賓廳裡面擺家樂 在VIP客人包廂裡的百家樂 所以這一些貴賓都從哪裡來 從中國大陸來 是 所以可以解讀 為什麼習近平要打攤 那像拉斯維加斯就不一樣 他一年接待2000萬的人 他的賭客是比較分散 而且有的並不是真的賭博 是來娛樂的 所以這邊是遊客居多 這真的是職業 然後是大戶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 這個都是比較小額的賭客 生畜比的 對 它光是拉斯維加斯 就有六萬多台的吃餃子老虎 吃餃子老虎 所以它70%的營收 都集中在吃餃子老虎 是 還有我去過了摩拉哥 就在華國裡面 這個007排的那部戲 男的帥女的美 去那那個心理壓力多大 怎麼說呢 因為它是那個古典的 巴倫荷的一個建築 外面就是全部都是那些名車 藍寶經理那名車排在那裡 蔡總會說到 咖啡廳心理壓力多大 又不是要去巡洋 還是心理壓力多大 不是啦 因為你走進去 連那個幫你開門的 都是穿燕遠糊 而且你可以看到名車接送 對 然後你假如不是穿很正式的 因為我那次去 只有一個牛仔褲 我就很不自在 我逛沒多久 我就趕快出來 因為那邊的打扮都很入室 很名流 都是要這種的 海外我去過一個很奇怪的國家 尼泊爾 尼泊爾也有賭場 我們以為很多 尼泊爾也有觀光的一個賭場 但是進那個賭場很奇怪 他不知道什麼 安全檢查要檢查兩遍 摸… 全身給你摸 從頭摸到腳了 長長的走廊才進去 然後一個賭場裡面 只有那個台 只有什麼 頂多一、二個台 規模很小 收入也不是太多 開賭場 然後當地的人還不准賭 但是我看發現 都當地的人 因為都從後門跑進來 而且用的貨幣 竟然不是尼泊爾貨幣 用印度的Ruby 這個太有意思了 這個國家 他不讓本地人在這裡賭 他進去看到都是本地人 為什麼 你管城門我就從後門進去 好 蔡總帶我們看到了 各行各社 在各地的這些有意思的賭場之後 我們繼續 要請高朝來告訴我們 我們講回來澳門這個地方 東方的拉斯維加斯 但是澳門的歷史 我們就要帶大家來看到 有一部電影叫 《上海灘賭勝》 裡面那個很厲害是什麼 聽骰子 聽哭哭哭哭 我就知道點數了 這個實在是太神奇了吧 據說你知道賭勝 這個名字不是隨便能夠取的 但是當今確實有個賭勝 這個人賭勝叫做葉翰 真有這個人嗎 我跟你講 葉翰基本上他是什麼 他是縱橫澳門半個世紀的人 他其實是很簡單 他其實協助過 傅老龍跟何鴻燊兩位賭王 所以葉翰的 他的這個一生歷史 就是一部活的博映史 但是這位葉翰 大家都不知道要稱為賭勝 大家就覺得賭勝這麼厲害嗎 事實上他有特意公認 所以我們都以為 那只是電影裡虛構的人物 沒想到真有其人 因為其實我覺得葉翰他是來自廣東 一個小鄉下的地方 他並不是權貴的一個字體 後來因為他爸爸 他覺得說 他爸爸就說你這個小孩子奇怪 不好好唸書不好好做生意 老是喜歡賭 葉翰七歲就在外面賭 七歲的時候外面賭 年紀輕輕的 不學無術 家門不信把他趕出去 好 那葉翰基本上我說縱橫澳門 我們這麼遠的半世紀的一個 整個的賭場的市場 最重要是說 我們發覺整個過程裡面 發覺說有一天 他就開始怎麼轉戰到澳門 從廣東到澳門去什麼 去做賭場 做一個第一家公司叫做豪心公司 做核觀 但是他做核觀的時候 我覺得學問來了 各位看 俊先生你覺得他耳朵有什麼問題 耳朵特別大 我跟你講 大家以為他是順風耳千里眼 是他等於是順風耳 等於是千里眼 怎麼說呢 他耳朵可以聽到人家不能聽的東西 你說像電影那個聽風者 對 就像我們來甩一下 他可以聽出來 我現在甩出來的 到底是幾顆計 怎麼可能 我們講一下 這看出來是這樣 對 三顆一 一個二 一個五 事實上他從甩的時候 甩完畢之後 他就知道這個排數是幾點 你就用這麼一對 很有福氣的大耳朵 就可以聽出裡面甩子了 魔鬼藏在細節裡 就藏在他的耳朵 所以他有特異功能 後來他在豪姓公司裡面 做核官的時候 他就研究說怎麼樣… 自己用自己的聽力去訓練 怎麼樣去骰中 達到說點數是多少 他可以猜出點數是多少 所以一個七歲就開始賭的 小葉翰 到了後來被爸爸 逐出家門之後 第一份工作 核官 對 那他就做核官 但在豪姓公司不被重用 不被重用 那時候就有一個新崛起的人 叫做傅勞龍 傅勞龍就是什麼 另外一個賭場的一個大亨 好 那就是什麼 葉翰就投靠傅勞龍 是 好 傅勞龍到裡面去做什麼 他們有所謂甩保部的主任 他就去幹這個主任 什麼是甩保部 甩保部就是甩中 他幫人是一個部門 好 他有一天就開始去看怎麼樣 所有的賭場裡面問題來了 哪一票人 就那個天才黨的一票人 殺到這個澳門來 基本上 當時所有的澳門的賭場 幾乎倒掉一半 那怎麼辦呢 傅勞龍那時候想說 他萬一這一票人 如果到我的賭場來 我怎麼因應知道 他們來我這麼僵 我輸就不告訴 僵了… 當時葉翰擔任是 甩保部的主任 他一定要提出一個對策 所以葉翰當時 他的老闆傅勞龍想說 要不然我們乾脆歇業關門好了 可是葉翰那個時候 提出另外一個主張 怎麼啦 反其道而行 把所有的賭注 全部跟鴨跟甩檔 聽甩檔的一起來拚制 我就是怕輸給他 他怎麼做這個建議呢 結果甩中出來 甩中出來 結果那個聽甩檔的甩什麼 他覺得是甩檔 甩檔 完了 我們來看 結果開盤出來 葉翰開盤出來 他們會聽 一定猜得對 不可能 因為葉翰那時候 已經提出秘密的做法 好 結果你看甩大隊 聽甩檔 甩大一開 小 小 聽甩檔的人全部當眾訝異 傻眼了 過去他靠著他們去聽聽聽 打遍天下無敵手 怎麼會栽在這個地方呢 聽甩檔的耳間的程度 也超過葉翰 但是為什麼開出來是小 為什麼呢 他們也搞不清楚 魔鬼藏在細節裡 葉翰在這個甩中的底部 墊了一個膠片 你說他在這個底部 最下面這地方墊了膠片 墊了一個膠片 做什麼呢 結果你在甩的時候 聽不出來到底是大小聲 另外到底是點數多少 所以他的魔鬼 就藏在這個細節裡 這個全部讓那時候 聽甩檔什麼 全部撤退了 好 那當然葉翰 基本上他有一個立下這麼大功 傅老龍說真棒,你不錯 你乾脆再讓你開幾家的賭場 所以薄薄的一個底部的墊片 讓這一群聽甩檔通通潰散 通通潰散 然後葉翰就從澳門聽到傅老龍 給他另外開一個市場 到上海去開店 所以我們看到那一帳成名之後 成名之後 在這個杯子裡加了一個墊片 讓你聽不出來 讓這些所謂的聽甩檔 通通沒辦法在這邊想拋甲 就是葉翰去發明出來的 後來所有的甩檔裡面 就因為葉翰的關係 不是有膠片 就有西英榮 對 在甩檔的時候 就聽不出來 能夠有作弊 耳朵在接,沒辦法 好,提到葉翰後來到上海去 不是很風光嗎 他這一站成名之後 傅老龍又給他很多資金去 結果你知道嗎 葉翰他不會…他只會聽甩 他不會經營賭場 就關了很多了 關了很多時候怎麼辦 後來回到了之後 就發覺說 葉翰就說他自己什麼 要重新開始來做什麼 做另外一個賭場的生意 結果後來他真的是 把賭場經營得非常有特色 就成立一個榮森這個賭場 這榮森賭場裡面 大部分在上海裡面賭的裡面 還是什麼 還是葉翰是第一名 結果什麼 把所有的上海的賭場 全部什麼,振興起來 現在才叫做什麼 上海賭勝 所以我們聽到了這個葉翰 原來這種所謂的聽甩的神功 超人力的神功 不是只有電影裡面 真有其人 但果然我們突然講到了 澳門賭神都講到何鴻燊 其實錯了 何鴻燊其實是第二代的 講到這個所謂的賭神賭勝 一代二代的爭霸 那是比電影還要精彩 真的比電影還要精彩 賭國情仇 真的是一支都在上演 比電影還要精彩 那現在澳門其實有創下一個 就是他因為這個博弈事業實在 太發達了 所以說澳門今年 就要發給所有澳門有居留證 永久居民的 一個人3.3萬的紅包 等於年終獎金 對,如果你在那邊工作的人 你也有2.6萬台幣的這個紅包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錢多到可以發獎金 所以事實上他整個的一個 你看那個博弈事業 所以在那邊能夠當賭王 尤其以前像何鴻燊 又是獨佔的一個事業的情況之下 你就知道他有多有錢 現在看何鴻燊的故事 其實何鴻燊的一生 都非常的傳奇 他以前其實就是個富家少爺 他是河東爵士的這個家族 裡面出生的 所以換句話說 何鴻燊在年輕的時候 他13歲之前 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窮 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沒有錢 他有錢倒不行 出門都前呼後湧 井一玉石 小時候就是這樣長大 豪門望族長大的 對,結果到了13歲的那一年 出事了,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爸爸炒股票的時候 很不幸的把家產都賠光了 而且欠了一屁股債 家道中落 家道中落 所以何鴻燊就遭遇到了 這輩子最慘的一個狀況 他永遠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他小時候 不是很喜歡刷牙 所以說他的牙齒 一直都不是很好 有一天牙痛了 他就跑去找他一個 也是這個家族裡面的一個親戚 他是牙醫師 對 那基本上你看到這個 這個後輩來對不對 那一口爛牙你也知道 很痛苦 你是不是這個小朋友 幫你弄一弄對不對 然後打個折 或者乾脆就不收錢了 結果他們家這個親戚是牙醫師 對 結果後來這個牙醫師 怎麼跟他說呢 怎麼說 他就故意這樣跟他講 他說 那個看牙是吧 拿錢來沒有錢 沒有錢看什麼牙 我就是家道中落 才投靠你幫我拔個牙不行嗎 對啊 就是沒有錢 那你拔什麼牙 整口牙都拔光好了 你也不用做假牙了 所以他就覺得說 完全的被羞辱了 那是很大的恥辱 羞辱他 對 所以小小年紀的何鴻燊 十幾歲 那個時候正值青少年 他就立定志向 以後一定要把這筆帳 全部都要拿回來 所以他後來就跑到澳門經商 也變成了一代賭王 這是何鴻燊的故事 所以他曾經苦過 他也了解到說 其實人情冷暖 人情冷暖 那現在何鴻燊 其實他會整個發揮的一個 這個故事也跟他有關係 就是說傅老榮 因為傅老榮原來就是深圳的賭王 就是剛剛高超哥有講過的 那個傅老榮 他是第一代澳門賭王 第一代澳門賭王 他本來在1937年之前 他在深圳經營賭場 他也是深圳賭王 但是因為1937年的時候 爆發盧溝橋事變 全面的抗議 所以什麼傅老榮就覺得說 待在深圳不安全 那乾脆就跑到澳門去發展 他就把這個深圳的賭場賣掉 然後去跟葡萄牙政府打好關係 結果在澳門他花了一年 180萬的銀子 180萬兩的銀元 去標下了澳門的賭場的一個 一個專銀權 也就是說就是傅老榮全部獨佔了 這個利益非常非常的龐大 結果就這樣 一路這樣下去之後 叱炸風雲了二十幾年 結果澳門發現說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賭博的利益 實在太龐大了 這樣子我們要規範一下 對不對 我們不能讓這個東西沒有規範 於是就決定發賭牌 但是要發賭牌的時候 等一下傅老榮 他一定要標滿 因為我本來就已經是賭王了 但是他做夢都想不到 習日的弟子 以前他最會聽閃的那位葉翰 要出來跟他競爭這個賭牌 你說以前他帶過的弟子 他傅老榮還是葉翰的 第一任老闆 你現在回頭來跟老闆搶生意 傅老榮一定會覺得養虎一患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這張賭牌的這個 這張賭牌 他的利益實在太龐大了 這是一個電影 就是這個新歌傳奇 這個以前是劉德華演的 這一步就完全就是以這個 傅老榮 葉翰還有何鴻生 三個人的故事為難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 當年的第一任老闆 傅老榮要來競標這個 所謂的執照 沒想到他帶過的這個大弟子 居然跑去跟何鴻生 他主要競爭對手合謀了 要回來倒打他一把 沒錯 當時何鴻生 就跟葉翰聯手 準備要來標這個東西 就兩雙方劍拔弩張 1962年那一年 10月份的時候準備要開標了 結果呢 出現一個很妙的事情 因為兩邊你知道 就是你耳魚我詐 大家都擔心說 我今天的標金下去 會 底牌會被你知道的 所以大家都想知道 刺探對方的底牌 所以一直都沒有人去標 一直都不去投標 結果到了最後一天 五點要截標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一天的 五點鐘之後 再沒有人標就留標 你就氣標了 大家都沒有了 可是這個時候呢 傅老榮就有一點沉不住氣 為什麼呢 他想說只剩十分鐘了 標了啦 對不對 所以4點50分的時候 傅老榮當天派他的兒子 就拎著315萬的奧比 因為他就用這個數字去標 對 好 然後結果呢 標下去了 還是沒有看到這個 葉翰跟何鴻燈 眼看一分一秒過去 馬上要下五點了 就好開心 如果他再不出來 就是他的了 對 然後那個香檳已經準備好了 正準備要搖的時候呢 完蛋了 怎麼了 他在55分 只剩下最後五分鐘的時候 看見葉翰笑嘻嘻的進來 笑嘻嘻的進來 怎麼會是你 他當場臉上的笑容 怎麼會是你 就糾結 就整個僵在那邊 完蛋了 他這個時候心裡又浮起 一個不妙的感覺 果然最後開標 發生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什麼事 剛剛我說傅老榮 是用315萬的奧比 這已經是當時 他所能理解到最高的價格 但是你知道葉翰和何鴻燊 花多少錢來標嗎 他出多少錢 你絕對想不到 他只比傅老榮集團 多了1.7萬奧比 316.7萬奧比 就標下來了 氣死他了 這是關鍵的一天 他一輩子記得 這一個時間 從此之後 賭王的角色就換人 就換成葉翰和何鴻燊 但是你想想看 1.7萬 怎麼會有人標 這麼少的一個高度對不對 這麼小的一個數字 所以說一定有內鬼 以前傅老榮 就是帶出葉翰的 所以當然這個中間 耳與我差 無間道的情節 就這樣上演 所以說接下來 就是葉翰和何鴻燊的時代 這兩個人你也知道嗎 一山難容二虎 天上哪有兩個太陽 對不對 這兩個人最後也翻臉了 以前我們人前手牽手 一起把第一代的賭王 傅老榮給撂倒 接下來誰是賭王呢 在澳門 當時他們是這樣子 這間公司叫做 澳門旅遊娛樂公司 這間公司的總經理是何鴻燊 但是賭場的經營員 賭場的總經理就是葉翰 所以說這兩個人的股份 是一樣多的 換句話說 就是今天不是你講了算 你也要經過我 雖然只是名稱不一樣 對 股份一樣多 好 一山難容二虎 對不對 我葉翰是賭王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我要聽你何鴻燊的 所以慢慢… 這兩個人就產生了很多矛盾跟交解 而且今天如果沒有我葉翰的話 你怎麼打敗了第一代賭王 根本輪不到你何鴻燊 對 裡面開玩笑 我是他帶出來的 當然他的底細什麼我都很了解 對 你何鴻燊跟我… 憑什麼你當老大 對 為什麼你要當老大 當然是我葉翰要當老大 對 好 結果何鴻燊也不動聲色 在1973年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一直隱忍… 等到最後才開始出手 什麼時候呢 葉翰有一天 他就跑到歐洲去散心 順便去考察一下 歐洲的賭場業務 這個時候你就知道 平時不發威 一發威就要把你全部吃掉 對不對 這個時候 何鴻燊他就直接 把這個股份大量的賣出 稀釋掉葉翰的股份 本來兩個都是50 50吧 對不對 結果他就繼續增資大量的賣出 趁葉翰不在的時候 把他的股權一路稀釋到只剩下10% 最後整個賭場都被何鴻燊吃掉 那葉翰就這樣子 灰溜溜的離開了澳門 這個賭王的寶座 最後成就了 何鴻燊就是唯我獨尊 一代賭王 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個電影裡 《賭場》裡面的那個 聽骰大王真有其人 這個葉翰實在 太戲劇性的人生了 他周旋在一代賭王 二代賭王之間 裕正我們就講到說 那是三個人的愛恨情仇 要打仗的時候 都想到要他的超能力 結果要守江山的時候 一腳把他踢開 葉翰會這麼輕易的 就讓他們提開 當然不可能 其實剛剛國安提到的是說 葉翰去了歐洲 結果那個江山被何鴻燊 給搶走了對不對 對 好 那可是這個戲還沒有演完 還沒完 還沒完… 其實我這次看到這個 習近平 以國家主席的身分 去了澳門 我就想到說 他一定也很喜歡看賭神 對 怎麼說 發哥在賭神那個多生氣 出神入化 出神入化 對 那除了賭神 因為賭神很賣 所以接下來王晶就拍了這個 就是賭霞 那你看就是賭霞 這個賭霞的電影裡頭 你看劉德華 還有周星馳 那個對決的狀況 你會發現說 那真的是這個不輸給 這個發哥的賭神 好 結果大家看說 你看這個他們在船上 拍這個賭霞的時候 大家以為說這是道具啊 說這好像是布景啊 場景啊 結果竟然不是 竟然呢 這艘船呢 叫做東方公主號 妳說電影裡面 看到這個在船上 拍這些畫面是真的啊 它是真的 它真的就是賭船 而且這個賭船有個主人 這個主人是誰 誰 就是葉翰 妳說剛剛已經被 逐出集團的葉翰 對 他跑到這個船上來了 沒錯 因為你看 當時我們就講說 這個葉翰呢 就把整個路上 就說整個澳門 這個所有的賭場 幾乎都被何鴻燊拿走了 那他就想說 那我一定要另外想辦法 那結果呢 我去海上可不可以 路上給妳 我去海上 所以呢 你從賭神看到的那艘船 跟賭霞看到的兩艘船 一個是王子 一個是公主 這兩艘船都是葉翰的 所以真有此事也真有此船 陸地上我打不過你是不是 沒關係 我買的船 我開到公海去照樣轉 對 這個就是葉翰呢 把那個所謂的海龍號 對 那是一個郵輪 本來是呢 這個旅客出遊 這個海上旅遊用的 是 那是國際郵輪 結果呢 他就把它改 改成賭船 結果你看喔 這個賭船真的非常漂亮 這是整個東南亞最豪華的賭船 妳可以看到 這一艘賭船 可以載非常多人 它好幾層的deck在這個地方 很有規模的 這是真的是 全東南亞最豪華的東方公主號 所以它又有 海上拉斯維加斯的稱號 所以妳看到 剛剛我們的故事 從澳門東方拉斯維加斯 現在葉翰一路從上海灘 到了澳門 澳門被打到了海上去 照樣給妳開一個海上拉斯維加斯 那時候海上的拉斯維加斯 當中的東方公主號 那不得了 妳知道 只要人到了澳門之後 不是拉去這個何鴻燊的賭場 因為那個就不好玩嘛 所以大家呢 就這個到了港口 所有的人都被帶上了 東方公主號 在那上面可以一直玩... 一直玩... 就是玩得很開心 然後在公海上 在那邊癲...很自由 很不一樣 而且我們看到電影裡頭 公海上真的是隨妳玩 然後呢 甚至還有很多情節 還有...當然還有很多兇殘的 就是說那個人 不知道搞不好會被丟到丟上去 這是當然大家知道說這個 公海上他玩起的這個 就是在那上面賭博 是非常非常的刺激的 所以很多人呢 後來都愛去這些東方公主號 甚至還有另外一艘 就是我們剛講賭神 都認發了賭神的那一艘 叫做力達皇子號 所以呢 這個力達皇子號 跟這個東方公主號這兩艘 都是葉翰他所擁有的 他幾乎呢 搶了何鴻燊在路上賭船 這個賭場的半壁江山 所以妳可以看到 葉翰被逐出了澳門陸地之後呢 他用這兩艘船 一個是皇子號 一個公主號 皇子跟公主 開到公海去打造他的海上 而且大家看了賭神跟賭霞 都覺得說我一定要去啊 因為是真的啊 真的 真的是賭船啊 所以真的不是電影上面 那妳拉走了何鴻燊的生意 也會動力 當然受不了 所以何鴻燊就想說 那我當然不能就此認輸啊 結果呢 他也改了兩艘郵輪 他也開到海上去了 因為賭王還是覺得說 我怎麼可能整個江山 讓你搶走 所以現在有四艘賭船 在公海對陣就是了 對 所以四艘對陣之後呢 那當然我們講說 東方公主號是全亞洲最好 全東南亞最豪華的 因為他真的很漂亮 他比那個力打黃子號 就是說你看 看起來就是規格上面 這個東方公主號 就非常崭新 就非常標誌的一艘船 對 好 結果後來 那你知道 就是說其實他們這樣子 拚了一段時間之後 到了1993年 其實這樣子一個對峙之後 還是要分勝負的啦 對 1973年 葉翰去了歐洲 那結果江山 整個的被何鴻燊搶走 可是在1993年 沒想到他的這個力打王子號 就是後來改成新東方公主號 沒想到你知道嗎 結果竟然在海上 就是在海岸的時候 發生火災 就變成了廢鐵 怎麼會這麼突然 他其中一艘賭船 突然莫名的一把火 沒錯 而且這把火的影響 這把火影響很大 不是說你燒掉了變成廢鐵 那我們不去就好了 所以暗夜的這場火光 你可以看到 對於葉翰來講 又再一次重重的打擊 1993年的無名火 沒錯 而且兇手是誰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變成了廢鐵 可是因為這個火災之後 很多人會擔心說 那我如果去這個 東方公主號上面 如果也發生火災 那我是不是命在旦夕 因為在海上 然後發生大火的時候 搞不好就像是那個什麼 鐵達尼號之類的 反正就很恐怖... 後來很多人呢 就不喜歡去海上賭 那也就造就了說 好吧 那你海上的賭船 生意就變差了之後 江山還是誰的 還是何鴻燊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何鴻燊 可以一直一直從1973 然後到這個時候呢 本來以為江山又被葉翰搶走了 沒想到20年來他還是賭王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天晚上這個離奇的火燒船 還有葉翰停下的身影 他周全在一二代賭神之間的 愛恨情仇 相信從今天開始 到未來的十年二十年幾十年 都會是澳門賭場 久久不墜的傳奇 但是鴻燃講到澳門賭場的 賭王鬥千王 我們一定要談一談 這個神秘客 據說他是整個澳門賭場 近幾年大家最聞風喪膽的人 為什麼 他居然捲走了好幾千萬的澳幣 怎麼回事 這事情就要講到2002年的4月1號 這一天是澳門的大日子 因為這是澳門開放賭牌的 第一個營業日 而這個營業日 大家一定想到說 賭王何鴻燊 是不是要在這第一個營業日 開始賺進大筆大筆的金子 可是事實上竟然沒有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神秘的一個賭神 他海銷普京賭場三千萬港幣 三千萬港幣是多少錢 很多耶 一億兩千萬台幣 真的非常非常多 在賭場裡面呢 這樣的一筆錢 其實是真的非常多的 然後 所以他有一個真人版的高進 走進了賭場了 對 而且這個人 很神秘 黑色的在這邊 他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傳說有兩種 一個人 一種是說他可能是一個台灣人 台灣賭客 另一個說是香港來的賭客 所以到底是哪裡來的呢 你看眾說紛紛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人 而且這個人呢 他當時是怎麼樣 在當天營業日一開幕的一開始 他就第一個走進賭場 然後直接就到VIP裡面 然後去賭他這個百家樂 然後這個百家樂呢 他坐在賭桌上面 運勢非常非常壞 可是呢 這時候保安就開始檢視這個錄影帶 沒有問題啊 就檢視了各方面 因為一個賭桌上面 會有八個攝影機 他一直贏 那賭場包含了後台的經理 就開始查啦 對 一直查 可是八個攝影機 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時候怎麼辦 其實賭場有一些招數的 就是想要破壞你的好運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呢 我們就是換盒觀 我們要找這個煞氣很重的 眉毛很濃 什麼叫做煞氣很重的 就是有一些盒觀 你就會發現 我們自己常常在賭場待 你都知道 有一些人你上他的桌 你就是贏不了耶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這些在賭場呢 賭場經理都知道 自己手底下的盒觀 哪幾個就是 讓人家贏不走前的 所以他馬上把這幾個派上去 輪班上陣 所以我們講到 當你們看到賭客上面 他開始贏錢的時候 你就要想辦法了 有些鬼賤籌等級的盒觀 就要上來了 對 就換盒觀 那這些鬼賤籌的盒觀 上來之後 他有什麼保守 是規定之內不違規的 讓他斷他的好運 就是他們其實賭客很在意的 就是這個好運是一條龍 要一直旺下去 所以他希望這個 賭得這個行雲流水 但是他們就會故意 比如說籌碼不夠了 補一下籌碼 大家停下來 暫停 然後把這個蓋子打開 補籌碼 很多賭客一看到 前面贏了一大串 一看你開蓋子 算了…他換桌 為什麼 因為真的就是不順了 原本順順的 然後突然你來補籌碼 你打斷我們 或者是說換核觀 大家暫停換核觀 然後換核觀 他們就要點籌碼 就是我離開的時候 桌上有多少籌碼 然後換一個人下來坐 這個時候又暫停 每一個暫停 都會讓這些好運喪失 這是賭客相信的 所以一條龍的好運 我就給你切…切八塊 但是這個理性賭客 對 他後來 怎麼換都沒有用 他一直贏 擋不住的 對 非常神奇 然後這個時候 他們當天就去清點 清點說到底我們輸多少 因為每一個經理和核觀 在桌上 他不只是發牌而已 他其實每一個賭客上來 大概玩多少時間 大概下幾筆 大概輸贏多少錢 他們有紀錄的 結果他們就想說 今天糟了 好像是輸了三千萬港幣 結果沒有想到 晚上一結帳 發現輸的是四千萬 為什麼 為什麼 怎麼差了一千萬 百家樂大家有一個習慣 就是旁邊在那邊 化修的那些賭客 他們自己可能籌碼小小的 可是他就在那邊晃來晃去 看哪一個人呢 手機特別忘 我跟著你下 你下哪裡 我就跟你下 完全跟你下同一邊 所以他旁邊帶了一些 徒子徒孫的 然後一起贏賭場的錢 對 而且澳門有個特色 你知道那個 加上菜籃族 都會拿一些零錢 上來一起賭 所以你知道當這個人 運氣特別旺的時候 其實他們在喊 喊那個公啊什麼 喊的是整個賭場 是歡聲雷動 那所有人只要聽到聲音 就圍過去 圍過去以後跟著下 常常一個賭桌旁邊 圍五十到一百個人 是有的 很誇張 圍到那個走到你走不過去 然後他們就是這樣子跟著下 所以光是他自己一個人 運氣超旺贏了三千萬港幣 旁邊跟著下的 也贏走了一千萬 所以你本來以為是輸三千萬 結果錯了 旁邊一些來搭便車的 對 加一加有一千萬港幣 但是這個人 他從近來坐下VIP的百家樂 一直到離開 到底待了多久時間 他其實就待了一天 就是待了一天 對 就一天 而且你知道在賭場 這要分析給大家聽 在賭場裡面 大家會想說賭場 不是就有錢開賭場嗎 這難道很嚴重嗎 其實對賭場來說非常嚴重 因為平均一個月三十天裡面 只有一天賭場的賬會是付的 所以這為什麼人家說 十賭九輸 因為其實每張賭桌上面 他這個遊戲 他下得住 他給你的規則 他都精算過了 等一下 什麼意思 一天 一個月三十天 只有一天賬是付的 這就要怎麼講 所以表示大部分的時間 所有的賭客 輸輸贏之下 賭場還是賺到了他的水錢 再加上輸贏到最後機率 趨近於百分之五十 所以其實他們是賭場 總是會贏的 所以大部分時間是這樣 結果一個人 可以贏到三千萬 這個是前五股人後五來者 所以2002年到現在已經十幾年的時間 這樣的一個故事 還是大家不停的傳送 對 然後再來我們就看到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在賭勝電影裡面 是不是看到這個阿欣 你看他 對 他們帶了什麼 特殊的隱形眼鏡 眼貌金星 眼貌金星是在幹什麼 他可以用他的透視的超能力 然後其實不是超能力 他用透視的這個方式 可以直接打敗了在電影裡面的 打敗了這個皮爾卡頌 法國賭神對不對 還打敗了一個輪椅賭神對不對 那所以其實 可是這個電影裡面 還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橋段 很多人很愛看這個賭神電影的 都會背喔 他說 你的那副眼鏡是美國兩年前的 我的這一副呢 是吸得上個月薪產品 他還當場摘給他看 然後在這個地方 對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橋段 很多人都會背得很好笑 然後再來這個法國呢 砍成真的出現了一位賭神 他也是用透視的喔 而且呢 你說真實的這個賭場裡面 有人真的有辦法透視 他當然也是跟這個電影裡面一樣 學了這個招數喔 他真的就學到了 製作了一個特殊的影型眼鏡 戴在眼鏡裡面 而且呢 這個他們是怎麼樣呢 他事先先買通了兩個 賭場的工作人員 然後在這個 還在這個牌喔 還在這個保安室裡面 還在做洗牌動作的時候呢 他們就先預先的用隱形墨水 對 在上面畫作記號 那這個畫了什麼呢 S我就畫一條線 如果是J我就打一個勾 如果是Q我就畫一個圈圈 老K我畫十字 所以你其實在每一張牌的背面 都已經做記號了 隱形墨水已經在這邊做好記號了 對 而這個隱形墨水 怎麼樣才看得見 就是用他的隱形眼鏡來看得見 那所以呢 他們只有三個人 就進到這個賭場裡面呢 分別在不同的桌上看 然後對他來說 你知道這些牌 都像翻開來一樣的 所以你講的這個是真真實實的 可是卻跟電影拍得一模一樣 我們來看看 當時這個高清 他是怎麼說的 好 陳先生 你的科技資訊太落後了 你戴的這副液晶體顯影眼鏡 是兩年前美國過時的產品 而我這副 隱形液晶體顯影眼鏡 是上月希德最新產品 價值十一萬美金 你看不是一模一樣 對 立刻摘下來 你說法國的這個賭神 他也是就戴著這樣的隱形眼鏡 然後他透視了所謂的隱形墨水 對 這個賭場檢查不出來的 對,所以他在賭桌上面 賭場一直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這個人如入無人之境 好像每一張牌 好像攤開來給他看一樣 怎麼樣都檢查不出來 然後呢 然後再一次 他們還有很有技巧的 我不能一直贏 如果我每一把都贏 賭場一定很快就懷疑我 對不對 對 所以他們還有一個招數 如果我贏三把 我就故意輸你一把 比如說他每一把 你五千塊 這個時候他... 第四把他要輸囉 他輸多少 他輸七千五 輸多一點點 然後呢 桌上的盒觀就覺得 好像也滿平均的 因為有輸有贏啊 對,就覺得好像沒問題 可是呢 漸漸的長期觀察下來 覺得太規律了 怎麼可能永遠你都是 三把贏一把輸 不太合理嗎 那這件事情當然 你說他的最後Mega就是 類似周星馳帶著那個 可以透視的鏡片 後來是怎麼翻譯 後來是 你知道賭場其實 要列你黑名單 大部分時候 他基本上會找理由 但有些時候 他不找理由 也可以跟你說 我不要跟你做生意的 所以賭場就決定 不行 這幾個人太奇怪了 一直贏 我幫你抓進來檢查一下 結果抓進來檢查的時候 他們就突然想了一個妙招 他先把燈突然全部都關掉 然後呢 拿這個光線拿去照他們 突然發現 他們眼睛閃閃發亮耶 真的嗎?可以這樣子嗎 對 就覺得他眼睛怪怪的 你的眼型眼鏡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就看電影裡面 你會反射這個貓眼般的反光 對 就反光 他們就覺得你的眼型眼鏡 特殊 不一樣 所以如果我沒有戴眼鏡 或正常眼鏡的話 我用光照你就照過去了 對 所以居然就是在賭場 決定把他抓進來檢查一下的時候 就剛剛發現了 就被賭場抓到 所以這個時候 那他們呢 其實他就招供了 說他們買通了兩個工作人員 而每個工作人員 其實付給他們買通的錢 我是覺得沒有很高 大概30萬台幣而已 30萬台幣 就讓他在那邊吃香喝辣的 讓他們在歐洲賺了5000萬 太誇張了 賺了5000萬 然後呢 這個時候當然歐洲的賭場 如果都知道 已經抓到他了 當然是恨之入骨 所以你知道他們怎麼做嗎 怎麼做 他們把他們所有人的照片 全部發給歐洲每一個賭場 說大家通通一起封殺他們 所以他們呢 黑名單片只有一家 被一家抓到 全歐洲都不能再賭了 好 我們剛剛聽到了 結果呢 這個橫行法國的賭客 被列為黑名單 歐洲就怕沒路了 不過我們知道洪安 其實曾經加入過一個算牌團隊 也是徵戰過各地的賭場 是 贏了很多錢 成績也是非常好 也被列為黑名單 對 怎麼回事 我當時是加入了一個電影裡面 電影決勝率裡面的那個 算牌團隊 他們在亞洲 要組成一個新的團隊 來做算牌的計畫 那我當時看了那個電影 覺得太酷了 人生如果可以跟電影一樣 是不是非常難得呢 所以我當時就決定 不管我要加入這個團隊 所以我其實花了大概 四十幾天的時間 把他們要我背的東西背起來 背起來之後加入這個團隊 然後總共四個月的時間 在亞洲好幾個不同的國家 然後最後我在新加坡 那當時技術已經很純熟了 大概平均每天兩小時 可以贏兩百萬台幣 兩小時玩兩百... 贏兩百萬台幣啊 然後但是當時我的那個大玩家 跟我搭配的一個partner 他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後來就露出了破綻 所以我後來就被請進保安室 對 所以這個電影裡面 演到被請進保安室裡面 坐下來喝咖啡是有的 但是被打是沒有的 好 贏兩百萬的佩博 今天的紅安要大家露一手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其實這個算牌 這個叫做 High Low算牌法 然後在美國賭場 還有數學界已經行之有年 那這在網路上 其實也不算是秘密 所以大家如果上網去google 其實是可以找到一些資料的 其實High Low算牌法邏輯很簡單 就是一條牌有六副牌 然後當它發出來給大家玩的時候 你就要去觀察它 那我們不是只有觀察 我們有系統的 用一個很簡單的速記方法 來記發出來的牌 到底是大牌多還是小牌多 因為如果發出來的 接下來牌合 未來要發出來的大牌 會很多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知道莊家很容易爆 因為我玩家 我可以隨時停牌 我可以2點 5點 3點 我很安全的 我說我不要就不要了 但是莊家就很容易會爆掉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就要下大柱 那到底是怎麼樣去記 其實是很簡單 就是加1減1的數學而已 那我們牌就把它分為三類 2 3 4 5 6 這個是小牌 小牌就叫做加1 然後7 8 9 這個牌的值 是0 因為它不大不小 那再來呢 10J QKA 是大牌 所以我們叫做減1 那當你的牌值很大的時候 就表示我的小牌進出 那如果這六副牌混在裡面 小牌通通發出來 表示牌合裡面剩什麼 大牌 剩大牌 對 所以全部都剩大牌 我理所當然可以知道 接下來我就要很小心的 很保守的玩 可是莊家會一直爆 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靠這樣 加1減1的數學方法 然後真的這是完全是 MIT的數學教授認證過的方式 所以0 加1 減1 鴻安兩個小時跟著團隊 賺進200萬台幣 很厲害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要告訴大家 年關要到了 龐德要告訴大家的是 新款車要賺你荷包 還有中古車怎麼挑 你知道的笑話 不要走開